毕业于嘉义高商新住民二代的赖家 其他历经母亲癌事等家庭困境 在市长鼓励下走过了忧郁低潮 奋发向上荣获了2023总统教育奖 在今年的凡新计划项 他选择国立东华大学收回席就读 包含来自基隆的清寒生唐宇田 历经丧富人士逆境向上 考取六所国立大学 最终也选择了东华大学的资管系 东华大学校长赵涵姐表示 期盼他们在东华可以过了翻转人生 学校也会协助他们安心在花莲求学 荣获2023总统教育奖 在今年凡新计划下 选择国立东华大学社会系就读的赖家琪 毕业于嘉义高商 新住民二代的他 家境贫困列为低瘦入户 历经越南籍母亲癌事等家庭困境 在市长鼓励下走过忧郁症的低潮 而毕业于基隆高中的清寒生唐宇田 成一天只吃一个便当 连口罩都买不起 父亲更在他学策前病逝 去年在逆经中求学 考上国立东华大学等六个学校 因为我妈妈是越南人 所以我在就是生长的 就是生长的阶段 就是常常会受到一些歧视 然后加上一下社会会对于新住民 比较没有那么关心 所以我在最近 因为我是嘉义士的二少代表 那我也开始参加一些新住民 二代的体育课程 对所以我就很希望可以在花莲这边 因为花莲这边也有原住民 所以我也想趁机在我的大学阶段 可以同时接触到新住民的议题 也可以在花莲这边去接触到原住民的相关议题 那我也希望我可以在这方面可以去好好的发展 当初有在双主秀的考量 因为毕竟我当初的首选是资管系 但我因为是要再往AI方面发展 但资管系的需求可能在资讯领域 就是对于AI方面没有这么的充沛 所以我可能会需要再去资工系那边补足这一些的课程 对所以我才会选择来东华 因为当初我其实就是好几个学校在选 那其实最后选择东华的原因 当然就是因为他修课方便 两位同学在除学路上有着各自的艰辛困境 却展现奋发向上的精神 对于未来在东华大学也都有着明确的规划和方向 东华大学校长赵涵杰表示 以接洽民间善心团体或毕业校友的资助款项 协助两位同学的就读学杂费用 东华大学一直非常很希望能够得天下英才的教职 所以两位一位从基隆过来 一位从嘉义过来 我们都非常结成的欢迎他们 那学校有很多善心人士或者是杰出校友捐的款项 那我们就他们两位就是非常适合使用这些款项的 我们准备这个四年里头提供他们这个二十万的奖学金 那甚至还更高 那学杂费方面我们也会给他们更优渥的减免 甚至住宿费都会想办法帮他们安排 因为我们学校有六千多个床位 所以在住宿这一块应该是相当有余地的 所以学校 其实我们做这些事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找到好学生 然后帮助这些学生们 尤其是这两位做这个所谓的翻转 他们可能以前的环境是另外一种环境 经过教育以后就可以彻底的翻转他们人生 那我想从事教育界的人能看到这种事情应该是最感到高兴的了 这个很有钱的人进入台大念书非常成功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对不对 那能够把这种比较另外一个阶层的 然后把他们顺利的翻转到了一个不一样境界 这是我们教育界最想看到 这也是东华大学一直很想做到的事情 东华大学表示 包含东华大学社会系也争取社会善心人士或毕业系有支持 设立社会学系奖学金及吉南助助金 期盼协助生活困境同学 帮助他们能无后顾之忧的学习 学校也期盼翻转好学生的人生 在校安心就学 迈向更好的阶段 记得讲报言说风向报导 学习的学习的学习 学习的学习的学习